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当我后面知道我要分到这个会场的以后 然后我就想要不讲一下我对于Incubator一些项目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有幸参与大概三四个项目 见证三四个项目从普通项目进入Apache项目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也想讲一下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好的一个社区 就是飘赛社区它之间的一个社区治理方式 希望对后续对各位的社区治理有比较好的一点的帮助 然后我只要讲的第一个社区就是Apache的一个社区 然后还有第二个主要讲Apache凯曜社区 然后第三个讲我个人对于个人开源项目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看法 因为Apache凯曜和Apache凯曜社区有一点 有两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并没有就是背后并没有商业和公司 他们都是个人开源到Apache的一个项目 所以个人感觉这个经历是特别宝贵的 然后我先讲一下Apache凯曜 什么是Apache凯曜 Apache凯曜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流处理框架 它就是让用户开发Spark作业和Flink作业更加简单快捷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流失处理作业的一个管控平台 但是未来我们或许会改变一下这个定位 为什么我一开始会参与视频化社区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 就是那时候刚好我还没有参与开源 有一个PVMC成员叫林颖 然后就邀请我去给视频化社区适配几个Future 然后那时候说实话我并不懂KBS 也不懂FlinkCupidist Operator 但是还是在林颖的鼓励下去参与了 第一次成功参与了开源 并经历了几个月对于视频化代码的一个责母 然后成功贡献了这几个Future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社区的一些bug 和社区治理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文档的问题 并对它进行一些改进 然后至此就顺理成章的提名了一个committer 整个过程在我看来快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大概就四五个月 我从一个零PR 然后就四五个月 然后就直接成为一个APP的一个committer 所以在我看来太快了 整个过程其实有点太过于顺利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然后我就开始去参与一些其他项目 然后等等我就分享一下 我参与其他项目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下面我们先看一下 APPA奇视频化其实是一个什么社区 其实APPA奇视频化有一个很神奇的特点 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贡献者前面 比如说第二位贡献者林颖 还有宫东墙 还有范瑞 还有乐捧 他们其实都不是APPA奇视频化的一个用户 大家都是 就是可能看这个社区比较好 想来帮大家 就是想把这个社区推进APPA奇 最后也成功了 当视频化进入APPA奇扶化器以后 大家很多人其实感觉到一个不可思议的 就一个简单的一个管控平台 他为什么能进APPA奇 对扶化器 但是这照我看来 其实到后面又是顺理成章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 支持这个项目和热爱这个项目的人去完善 然后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 就是APPA奇视频化的一个PMC chart 华杰 华杰他本职工作其实也不是搞视频化的 他那时候为了把视频化推进这个扶化器 他还专门辞职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专门去推这个项目 然后并在工作以后 也在半夜或者说中午的时间都review了代码 然后这也给我后面参与视频化 就是每次你得到的反馈很快 这我看来是对contribute的一个很好的提示 就是很好的一个鼓励 也一个很好的反馈 但是当我参与 先讲一下APPA奇后面的一个 视频化的一个发展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future 就是他未来可能会支持 Flink 1.18 然后使用Flink Kubernetes Operator 进行一个重构等等一些功能 然后但是照我看来 他未来可能要克服三浪难关 第一点他还不应该 他要支持高可用 第二个点他要支持一个原数据管理 第三点可能他的文档 目前我之前是维护文档的 我知道他的文档有很多缺陷 但是我并不是他的用户 所以我无法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更改 只能进行一个简单的完善 然后第四点照我看来 他未来不应该支持 Spark 或者Flink 这种简单的流出力作业 他未来其实可以 比如说像支持更多的平台 比如说像Runction Wave 照我看来还有一些 其他平台他其实都可以兼容 这是我可能后面会跟华杰哥 自己商量一个理由 然后当我参与完视频化社区以后 我就意识到了 我提名Community以后 我就意识到 我很难继续在这个社区 就是我可以一直贡献 比如说我可以推进一些 代码的review 一些文档的改进 然后社区的一些治理 但是我很难深度参与这个项目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 这个东西的一个用户 就是我很难理解它痛点 于是我就去参与了一些其他社区 然后并发现 比如说Fly 那时候Fly还并没有进入InQPay的 我在提神老师的介绍下去 去参加了Fly这个项目 帮Fly项目维护了一个文档 并也成功帮Fly进入了 ApacheInQPay的一个经历 然后也去帮HeroDB 又维护了一下它的一些命名规范 然后 至此 但是当我完成这些事以后 我就感觉自己可能 还是更喜欢写代码 就是而不是简单单单的 我会文档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 沉下星来 可能去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项目去参与 后面就 参与了比较多项目吧 比如说OpenDL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QGGRAPH 但是在最后 经历了多重选择以后 就是包括一些社区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参与了 目前对我来说 我个人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 Apache Kiosite社区 然后Apache Kiosite社区 那时候为什么参与 就是它的愿景 其实和我也有一点 十分一样 就是它希望通过一种孔的Circle 去访问各个数据库的一个存储引擎 那时候在我看来 这和其实和我有一个想法有点像 于是我就参与进去了 但当我参与进去以后 我发现Apache Kiosite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它和其他项目特别不一样 它没有issue 没有discussion 没有微信群 没有select 我们只能通过邮件 或者接到的方式 进行提问和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又和 由于它又是大部分是外国人 比如说我早上发邮件 我一般只能第二天 才会收到的回复 所以我们基本 我在Apache Kiosite 基本是一个异不同行 然后由于一开始 我进去的时候 每个社区其实都有一个存规 尤其是Apache Kiosite 这种长达20多年的一个项目 20多年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项目能活这么久 我已经感觉十分惊讶了 尤其在朱利安它的治理下 然后它有一些很明显的存规 就是你对它的问题描述 它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在其他社区 我们发现一个bug 然后我们提到issue就很简单 比如说fix store什么什么 但是Kiosite它不允许这样 它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规范 你只需要描述这个问题 然后你不需要讲 你修复了什么问题 让用户知道 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就行了 而不是让用户知道 你修复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 它是一个非常规范 和严谨的一个项目 然后比如说我就有一个基拉 我修复了什么问题 但是后面经过朱利安的一个讨论 还有其他PMC的一个交流 就是后面把这个标题改了 然后还有比如说 我第二个提的基拉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bug 就是一个case转换 我只需要再加一个显示转换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bug修了 但是Apache Kelsite 那个社区的那个一个PMC 就回了我很长串的一个文字 我只结了大概三分之一吧 我没有想到一个case的一个简单转换 会涉及到这么多的一个东西 然后经过它的一些指点 然后我也成功的 虽然最后修复了这个bug 但还是比较取责 就是你会发现 它是十分严谨和规范的 然后当时在参与社区的时候 由于我的不规范性 在一个PR上 可以说是Kelsite历史之所以 引发了一百多个comen 就是那时候一百多个comen 那时候我在我看来 我在想会不会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那我还不要继续参与 那时候其实甚至有点想放弃 因为我客人是spot给社区添麻烦 然后后面我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一个邮件 是朱利安发过来的一封邮件 我大概我就不一一朗诵了 然后我就简单解读一下 朱利安的意思就是 其实很多人认为代码贡献 才对社区是一个贡献 其实不然 你当你参入邮件讨论的时候 你进行一个讨论 然后对PR进行一个review 其实你已经贡献了第一步 很多人以为只有代码贡献 并且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才是对社区的一个贡献 但是如果你贪欲讨论 然后进行一个合理改进 其实你已经是社区的一份子了 然后并鼓励我 而且他说KelSight社区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项目 就算是PMC 你也不能保证 包括他作为一个项目的create 他说我个人也不能保证 我对KelSight这个项目百分百的指导 所以他还 怎么说呢 就是他每次有些PR 都会请求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他说在他看来 对一个项目不懂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用对此感到愧疚 然后而且你要知道 KelSight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然后大家还乐于持续威士贡献 说明它是有它的价值在的 然后就像我刚才问那个 Graph AR Graph AR 我担心 你有没有担心过 Contributor的一个 少 但在朱利安看来 这不是问题 就是你的项目有属于他自己的价值 当你的项目价值被大家所看到以后 你的贡献者自然就多了起来 这是朱利安的一个看法 然后他这个邮件一直鼓励我参与KelSight社区 然后目前我们也一直保持着一个友好的交流 然后我参与这个论坛解释 接受到他的鼓励然后来开始提名的 然后个人最后讲一下 社区治理之间的一个观念 很多人觉得在这里其实有一个不同的观念 就是我参与的社区比较多 很多人觉得就是当你一个社区繁荣 就代表着你的Contributor越来越多 或者用户越来越多 这就代表好 当然是在我看来其实不一样 只要你项目的价值定位是好的 那你有属于自己的价值 那你的用户就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有很多个人项目 比如说像KVLoks 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定位 就是Redis的一个分布式的解决方案 大家很多人其实在公司里 其实也没有用到KVLoks 但是大家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好玩 就是我能学到东西 它也会来参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个人觉得项目的价值 会觉得项目 这个项目的生活周期有多长 就比如说像KelSight 它其实已经活了20多年了 我个人觉得是十分夸张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PMC团队的一个决策 为什么说我觉得PMC团队决策是十分重要呢 其实在实际化目前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时候实际化的 他们PMC团队决策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其他PMC发现了 并进行指点和改正的话 那PMC团队 那这个项目其实就能指定发展 因为项目最后的发展是取决于PMC的 你有一个Contributor 他说我要有这个Future 我贡献了 那你PMC决定了 才决定你合不合这个代码 你有没有知 接不接受这个Future 所以PMC团队成员的想法 在我看来也是十分重要 他们也知道 然后最后就是对于Contributor的一个培养 其实Contributor的培养 在我看来 当你上面两点做得很好了 Contributor的培养也水到渠成 这一点其实 我和国内的很多人看法 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当你前面两点做好 你后面自然就有 就是不用太在意 Contributor的一个性质 当你在这个社区玩得 我其实很赞同 渗涡之前在OpenDL的一个观点 你在这个项目玩得开心 然后能学到东西 你觉得有价值就留下来 之前我参加OpenDL社区的时候 我就感觉玩得不是很开心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 那你就走去参加看其他社区 然后渗涡这个观点 也至今影响着我 然后这也是我希望 如果未来有一些 Incubator的项目 我目前也在关注一些 Incubator的项目 就是我在观察 他们的激劳和艺术 看看我有没有什么 可以帮上忙的 我对他进行一些改进 我也希望未来一些 Incubator项目能 就是确定 第一点确定他们的项目定位 第二点 PMC团队他们的决策 是正确的 那我就相信这个项目 他未来一定可以 一个长远的发展 好 都讲完了 谢谢 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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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